我们上次讲了黄耀石大战全真妻子 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斗 之后差点两败俱伤 要不是梅朝风临危之际舍命挡住了欧阳风的致命一击 估计黄耀石一代宗师这条命就搁这儿了 受人挑拨 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全真教不说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瞎眼徒弟也死了 可怜他这一辈子受苦的命 说起来种种往事忍不住难过 黄荣隔着密室的墙 看到眼前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只盼着父亲多留片刻 等郭靖这个丹田之气最后凝聚起来 就能出来相见了 黄耀石抱着梅朝风尸体要走的样子 心里这个急啊 突然听到门口有马匹的声音 一声马丝 这不是郭靖的小红马吗 他本来在桃花岛上怎么被人给接上岸了 接着是傻姑的声音 他说这里就是牛家村呀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姓郭呀 反正我不姓郭 另一个声音说 村里就这么几户人 你都不知道 真是 听他口气有点不耐烦 推门就进来了 黄耀石在门口一张脸立刻变色 进门的人 原来就是他踏破铁鞋无密处的江南六怪 他们六个在桃花岛绕了好几圈 都没找着黄耀石 又走不了那个迷宫 只是看到小红马就牵着马回来了 就来到牛家村来找郭靖 刚踏进门 柯震恶耳朵罪灵 听见有微弱的呼吸声 就说有人 其他几个人同时转身 朱聪先看到黄耀石抱着梅超峰尸体 先说了一句 黄岛主别来无恙 我们六兄弟赴桃花岛拜会 但岛主有事他往 今日再次邂逅 幸何如知啊 说完他拘了一躬 黄耀石扫了六怪一眼 又看了看怀里脸色惨白 死不明目的梅超峰 就想六怪是他的死敌 虽然今天他已经死了 但我仍然用他的手 亲手杀了六怪 他地下有知 一定欢喜 他右手抱着尸体 左手举起梅超峰骨折的手腕 身形晃动 闪到韩宝居身前 甩着梅超峰的胳膊就扫过去 等韩宝居惊觉闪避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啪的一声中了梅超峰一掌 黄耀石的武功是透过死人手掌发出去的 劲道依然很强 也得亏韩宝居身子硬实 手臂没被打断 但也打得他是半身酸麻 再难动他了 六怪看他一眼不发 上来就杀招 而且是以梅超峰尸体当武器 真是怪异无比啊 六人齐声惊呼 各出兵器 黄耀石高举梅超峰的尸体 魂不理会他们的兵刃 直扑上去 这次是冲韩小营去的 韩小营是看到梅超峰死了之后 仍然双眼圆睁 长发披肩 嘴边躺着鲜血 可不知及 这可真是活见了鬼了 梅超峰手掌高高举起 向自己头顶拍下来 给韩小营吓得几乎 可要瘫软在地上 招架都忘了 旁边南西人 他全金发 一个用扁的 一个用秤驼 帮他挡开 那黄耀石招数多惊啊 随便一缩就变招 啪的一声 梅超峰左臂甩出去 整打在韩小营腰上 给他疼的 蹲下来再起不来了 瞬间打伤两人 同时黄耀石 左脚望下一踩 把韩宝居金龙边 死死踩在地上 梅超峰的爪子 再次抓到韩宝居眼前 虽然他就地滚开 但脸上还是被抓了 五条血痕 火辣辣的疼啊 幸亏这个梅超峰 已经死了 不然这一下 九阴白骨爪 那就直接要了他的命了 交手没有几个回合 六怪就已经显向还生 要不是黄耀石 非得用梅超峰尸体的手脚 去伤敌报仇的话呢 那六怪早就死伤殆尽了 哪能容他们打这么多招呢 但是饶是如此 在桃花刀主神出鬼梦的招数之下 六个人的生死 也都在呼吸之间了 郭靖在隔壁 当然听见朱聪跟黄耀石 打招呼的声音 心中本来大喜 那后来 听到他们转眼就动了手了 六位恩师气喘吁吁 不用看 也知道他们正在奋力欲敌 情势之危机 乃容不得多想了 虽然他知道 自己丹田之气 尚未稳住的 六位师父的养育之恩 如同父母 岂能袖手不管呢 当下凝住一口真气 发掌推出砰的一声 门密室大门 打了个粉碎 黄荣大惊啊 知道他功行尚未圆满 就差最后的关头 这几克的功夫 突然用尽发掌 他要不要命了 联盟大叫 靖哥哥别动手 郭靖一掌发出 顿时感觉到丹田之气 开始往上冲 胸口这个气闷难过之极啊 热火攻心 急忙 闭气收敛 要强行再把内息给逼回丹田去 那这谈何容易呢 一瞬间自己又陷入到性命交官的时刻 但黄药师和六怪突然见到墙壁破裂 发出一声巨响 轰隆一声 这才看到墙里面坐着竟然是郭靖黄荣他们俩 一吃惊的功夫 当然就住手不打了 分别退开 黄药师突然见到爱女还活着 当然瞬间喜不自胜 恍然以为是在梦中 揉了揉眼睛 荣儿 荣儿 是你吗 黄荣一掌仍然和郭靖相连 微笑点头 黄药师看他没说话 又看两人神情就猜了个十之八九 看出来这是在给郭靖疗伤呢 但是看到独生爱女尚在人世 这一下喜出望外 别的什么也都置之脑后了 什么报仇不报仇都不重要了 放下没超风尸体 走到郭靖旁边 盘膝坐下伸出左掌 跟郭靖另一只手抵住 郭靖体内本来好几股热气 翻翻滚滚的 这是难受异常 几乎快要走火入魔了 但是突然触碰到黄药师的手掌 就感觉到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 汹涌澎湃而来 全身马上舒适安宁下来 黄药师内功何等身战浑厚 同时右手在郭靖的身上 各处大穴上推拿了一阵 不到一顿饭 郭靖已经气定神闲 七天七夜的修炼 终于在此刻大功告成 一个纵身跳起来 跪倒在黄药师面前 感谢救命之恩 又挨个叩见六位师父 之前跌宕起伏的一场场闹剧 到这里 总算彻底收尾了 该闹的也不闹了 该打的也不打了 仇也不报了 大家都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郭靖身体也康复了 郭靖向师父们诉说别来之情 那边黄药师牵着女儿的手 也听他鸡咯咯的连说代笔 或者形容和父亲分手之后的 种种遭遇 怎么到了明霞岛 欧阳峰怎么害红七公 怎么去皇宫 等等等等都说了 父女俩在那边聊 江南七怪在这边听郭靖说 俩小孩本来说是同一件事 俩人都是一起经历的 但是那边黄荣嘴皮子溜 说的多利索干巴利落脆 郭靖这边磕磕巴巴的一件事情 且得说半天 给江南六怪急的 六怪本来也很担心他 想知道他这些天怎么过的 耐心听 郭靖说他咔一下打过来 闪过去 他咔一下又躲开了 给这几人听的费劲 半天他也没说到正点上 柯正恶就说 哎呀孩子行了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我算明白了 我现在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你还是省省吧 你本来嘴就不利索 你就少用点像声词好不好 可愁死我了 我还听黄荣说去吧 我 韩宝居他们几个一响也对 都陆续跑黄荣旁边听去了 反正俩人说是一件事 实在等不上郭靖 要等他都说完 估计神雕侠侣都讲完了 那边黄荣描述他精彩的地方 那是有声有色 神采飞扬的 同时妙语连珠啊 那毕竟俩人经历的这些太复杂 即便是黄荣也陆续说了大半个时辰才说完 还包括杨康杀欧阳克的事 对吧 说的在场的人一个个连连点头啊 都想啊 原来这么回事啊 黄荣师听到女儿竟然当了丐帮帮主 又觉得匪夷所思又想不通 就说 红七公这一招可真够稀奇古怪的 够邪性的 难道他不当北盖 要抢我的名头当北邪了吗 现在呢就黄荣把父亲跟六怪的误会全解释清楚了 就笑着说 那好了 以后大家可以话题为友了 黄荣师说 我这就去杀了欧阳峰和灵智和尚 求千任杨康的四个恶贼 孩子 你来跟我去瞧瞧热闹吧 他嘴里虽然说这是要杀人报仇的事啊 但是满眼的欢喜 因为见到女儿了 心里抑制不住的开心 顺便扫六怪一眼 内心颇为欠责 但他向来从不跟人道歉 明知道李亏也不认错 自尊心太强 只是说 总算运气不太差 没让我误伤了好人 其实这么说也等于变相道歉了 黄荣呢 本来以前他讨厌六怪 逼着郭靖取穆念慈 但是后来穆念慈跟杨康 人家俩就好上了 这事也就释怀了 笑着跟黄荣师说 爹爹 你向几位师傅赔个补试呗 黄荣师只是哼了一声说 我去找稀毒去 对了 静儿 你也来吧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里管郭靖叫了一声静儿 这个含义重大了 本来以前黄荣师烦死了 郭靖这个迟钝木讷的劲了 心想我黄荣师聪明绝顶 却摊上这么一个笨蛋的女婿 那岂不是让武林中人笑歪了嘴吗 所以上次好不容易答应了 郭靖的婚事 又因为老顽童的一句话反悔了 老顽童不分轻重地开玩笑说 郭靖偷了九印真经吗 机缘凑巧 被黄荣师恨了这么一路 但是现在误会解释清楚了 直到郭靖这孩子不坏 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小伙子 另一方面 看梅超峰致死不忘诗恩 就不由的想到他离开桃花岛之前 就只是跟陈玄峰撕定了终身 结果就叛逃出去 现在落的这样一个惨死的下场 心想 如果他当时向我禀报说清楚了 就说要跟师哥成为夫妻 我也不至于一定不答应 何必冒这么大的险 偷了经文逃出桃花岛呢 那一定是因为我平生喜怒无常 他们俩左思右想始终开不了口 才导致如此下场 说到底 我也是难辞其咎的 那之前可能有同学就有疑问 说明明黄耀师是一个 不太看重世俗婚姻礼法的人 为什么梅超峰就不敢明着告诉师傅 要跟师哥结婚呢 这里就完全说清楚了 就是因为师徒相互之间 是有点防备心的 即便以前没有 在背叛的一瞬间 这个相互的猜疑和隔阂 就再也难以弥补了 但你看郭靖 哪怕被师傅一棍子敲死 他也不怀疑师傅的养育之恩 所以感情一直都挺好 但怎么说呢 没几个人能做到郭靖这样 有时候好徒弟 贪不上好师傅 相反一样 好师傅也很难找到一个有才华的好苗子 黄耀师从梅超峰这件事情呢 真是让他从此改变了不少 他也意识到偏激的性格带来多大的危害了 所以他就想 要是荣儿也因为我这个性格 最后落得跟梅超峰一样 那可想想就不寒而栗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终于把静儿这两个字叫出口 算是更进一步认可这个女婿了 意思就是啊 女儿想怎么样就由他吧 或许这次真是我错了 黄荣听他这一声静儿叫出口 当然内心大喜啊 没想到郭靖又得到爹的认可了 这可不容易啊 这比什么都开心啊 斜眼瞧郭靖 这郭靖浑然不知啊 他也没觉得静儿这俩字 臭小子傻小子这些称呼有什么太大区别 傻小子也是叫 静哥哥也是叫 我知道你是在叫我就行了 反正你管我叫大黄小黑又肯定不答应 叫别的都行 他就也从来不爱戏琢磨 吃东西也一样 能吃饱就行 你每次还摆那么漂亮 我就体会不到这些 江南六怪呢 也看出来郭靖得到黄耀师许婚了 也知道洪七公正式收他为徒了 柯正恶就忍不住替他高兴啊 说静儿 你如此造化得拜九指神盖为师 又蒙桃花岛主将爱女许配给你 我们也是喜之不尽 只是蒙古大汗 说到这儿 他本来想到这个成吉思汗 封郭靖金刀驸马这事儿呢 但是当着黄耀师说这个太为难了 实在说不出口 回头你不小心说了 又把黄耀师给惹脑了 可以有可能啊 大家正聊着呢 门嘎吱一声被推开 傻姑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黄纸折的纸猴 跟黄耀说 妹子 你西瓜吃完了吗 老头让我拿这个小猴给你玩 黄耀不知道他啥意思 只是笑了笑 把折纸的小猴拿过来 傻姑又说 老头说让你别生气 他一定会给你找到师父的 啊 一定找到师父 什么意思 我师父呢 急忙打开这个折纸 看到上面写着 老教花不见了 老顽童乖乖不得了 黄荣就急了 说哎呀 怎么师父会不见了呢 这个老顽童怎么搞的 黄耀师就想了想 跟黄荣说 老顽童虽然疯疯癫癫 但功夫了得 只要红七公不死 他一定能设法救出来 但眼下 盖帮这件事也相当不小 黄荣就问 盖帮怎么了 弄什么大事 帮主我不着急去当 他说 不是 你别忘了 老教花给你的绿竹棒 被杨康那小子拿去了 这小子武功虽然不高 他脑子灵 狡猾得很 欧阳克这样的人 都能死在他手里 你还看不出来 这小子是一个厉害角色 他要是拿到了竹棒 必然要兴风作浪 盖帮还有货了 咱们恐怕得想办法 把竹棒给抢回来 否则你这个帮主 可当的不光彩了 其实盖帮有福有祸 黄老师向来无所谓 即便真有天大的祸 他也是当看热闹了 恐怕还会幸灾乐祸呢 但是女儿既然当了盖帮主 那就不能袖手不管了 成自家事了 六怪也连连点头啊 让郭靖骑着小红马去追 虽然杨康他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但是小红马肯定能追得上 来到院子里 郭靖牵着马 小红马是很久没见到主人了 见到郭靖 他高兴的连蹦带跳 玩命的舔郭靖 站起来搂着郭靖 给他咔咔一顿舔 你越躲着他吧 他越舔你嘴 郭靖说 行了行了 别舔了 全舔我嘴上了 好不容易推开马 说 哎呀 真是搞得我一脸的口水 这个马确实很聪明啊 但是怎么跟狗似的呢 黄耀师这时候看到旁边呵呵傻笑的傻姑 瞬间觉得他这副笑容简直像极了大弟子曲灵风 心念一动就问他 你可是姓曲吗 傻姑摇头说 我不知道 黄耀师再想接着问 被黄荣拉着手拉到密室那边去了 进这个屋里才发现 这里的布置那都是黄耀师自己独创的风格 一看就知道是曲灵风造的 然后黄荣说 爹 你看这箱子里的东西 他没理会铁箱 直接在屋子西南墙角掀开 露出来一个窟窿 伸手拿了一卷纸 满是尘土的一个纸卷 打开看 歪歪斜斜斜着写着几行字 写的是啊 字柄桃花岛恩师皇尊前 弟子从皇宫之中 取得若干字画器皿 欲奉恩师鉴赏 不幸遭宫中侍卫为公 一下一女 写到这儿就没了 而且最后 一下一女这几个字 写的是外外扭扭的 纸上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应该是当时的血迹 黄荣知道自己刚出生的时候 这些徒弟就被父亲赶走了 而这个曲灵风 是父亲门下极为厉害的一个徒弟 现在看到他的遗嘱忍不住感叹 黄小师明白了 当年曲灵风无辜被逐出师门之后呢 无时无刻不想重回桃花岛 所以费了巨大的苦心 甘冒奇险去皇宫里偷盗这些古玩字画 这珍珠翡翠啥的 直到师父最喜欢收藏这些 得手数次之后 还是被大内高手发现 最后巨斗之下 中阴寡不敌众身受重伤 回来刚写下这封遗书没多久 这个大内高手石言明 就追上门来了 跟他一起 同归于尽在了这个密室里边 黄荣师呢 自从上次见到陆成峰以来 已经深感后悔了 现在梅朝风刚死 又见到曲灵风的种种遗书遗物 心里更加内疚 转头看到傻姑笑嘻嘻的站在身后 就想来一件事 历声贺问说 你爹教过你打拳吗 傻姑摇头 跑到门后 做了一个趴在门口 偷看的样子 然后随手打六七招 让黄荣上去试探他 他果然是下盘不稳啊 看来他是小时候偷看父亲练武 自学的 黄荣试探武功把他绊倒 他说呢 小妹子你耍赖再来 黄荣师说 什么小妹子 要叫姑姑 傻姑什么也不懂 哈哈大笑说 姑姑姑姑 其实他这么姑姑一声叫出来 等于黄荣师就把他收归门下了 只是他傻了吧唧 他不知道呢 就比郭靖还迟钝好几倍 不过郭靖只是嘴笨啊 智商是没有问题的 这大家不要误会啊 黄荣师看到这样就说 你怎么傻乎乎的 你妈呢 他就做了一个哭脸 说妈妈回姥姥家了 哎我怎么记得上次 他说他妈死了呀 谁知道呢 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问题白问 他的身世只能永远成迷了 除非曲凌峰复活 但可以肯定 他一定是曲凌峰的女儿 这毕竟长得很像 这个错不了 几个人在后院 把梅超峰给埋葬了 看着这座新坟 黄荣师百感焦急啊 黄荣师隔了半天才说 荣儿 我们去看看你曲师哥的那些宝贝去吧 放着曲凌峰的白骨 黄荣师忍不住流下泪来 说 我门下诸弟子中 以凌峰武功最强 若不是他双腿断了 哪怕一百个大内护卫 也伤不了他 哎 黄荣说啊 这个自然 那爹 你以后会亲自教他武艺吗 指了指傻姑 他说 这个当然 我亲自教他 我还要教他做师弹琴 教他奇门五行 你曲师哥当年想学 没学到的 我都要一股脑教给他 黄荣就在旁边吐了吐舌头 心想 爹恐怕这是自找苦吃 他能学会吗 奇门五行 我都没学全 教他 你俩都有的罪受了 那可费了劲了 打开箱子看 当然都是真奇异宝啊 还让他又忍不住感叹 他一边看一边说 这些遗情潜性的东西玩多了 就是玩物丧志 徽宗皇上这些花鸟人物 画得虽然精妙 可他却把花花江山拱手给送给了金人 说完展开了一个画卷 是一幅泼墨山水 画的正中央 是一个陡峭 却十分突兀的高山 耸入云端 下面是沟壑 侧面长了一排松树 树身弯曲 看来是北风凛冽 松树下面珠红色的笔 画了一个随风武剑的将军 这个人 衣媚飘飘姿态洒脱但整幅画没有落款名字 只有一行诗词是 经年尘土满征医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山好水看不足 马蹄催称月明归 这个就是之前郭靖跟黄荣游西湖的时候 看到那首《韩世忠》写岳飞的诗 黄老师说 画中山风险峻可并非翠微 风骨虽佳 但少了含蓄雅致 不是名家手笔 那这是谁画的 既然不是名家手笔 为什么会在皇宫里面 而且被曲凌峰给投出来呢 那黄荣就想来那天郭靖 抚摸石碑上那首诗的样子 他知道他喜欢这两句词 就说 爹 这幅画给了郭靖吧 黄老师说 姑娘就是向外 好吧 你都说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顺手递给黄荣 又在铁箱里 随手拿起来一串珍珠 每一颗都很大 连连赞叹说 真难得 然后挂在女儿脖子上 父女俩相视一笑 感觉到好久没有这么温馨的在一起了 画卷收好了 但突然听到好几声白鸟的鸣叫 叫声很急 好像是求助的样子 忙跑出来 郭靖站在大树下 白鸟用这个嘴 啄住他的衣服往外拉他 另一只在天上着急的盘旋着飞 要给指路的样子 刚好他看到黄荣出来 就紧张的说 戎儿 他们有难了 黄荣小嘴一撅说 我才不去 郭靖一呆不明白他的心意 急着说 戎儿别孩子气 我们快去啊 说完翻身上了小红马 黄荣说 那你还要不要我 郭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说 我怎么能不要你呢 左手牵着缰绳 右手伸手去接他 黄荣这才奄然一笑 叫了一声 爹 我们去救人 你跟六位师傅也来吧 说完 拉着他手上了马 这马跑的 撒开四个蹄子 一顿跑啊 跟飞似的 一点也不逊色白雕的速度 双雕在天上长鸣 地上小红马奔驰 风驰电掣一般 小红马跟主人阔别已久 说不出的欢喜 对 他是说不出 他也张嘴说话了 说 哎呀 我太开心了 我开心的宛如一匹马儿 你都不得吓死谁啊 况且你本来不就是一匹马吗 好 这都不重要啊 救人要紧 过了不大一阵 到了一片树林 还没走进去 就已经听到一个破罗嗓子 从树林里面传出来 他说 前任兄 久闻你铁掌英雄的威名 兄弟甚叛 瞻仰你的绝技神功啊 可惜当年华山论剑 你老兄没能参与 现在兄弟先出手 结果一个 稍后请老兄来施展铁掌 雄风如何 接着就听见 咔的一声 随后一声惨叫 大树还倒了一棵 黄荣下了马 拍了拍马头说 快去叫我爹爹来 然后马说 好的 然后牛头快哒哒哒 跑了 这个马还真是会说话 可不吗 要不然也不能跟他说这么清楚 以后相处时间长了 更有默契了 估计话都不用说了 直接眼神交流 加密同心 黄荣是 然后马说 黄荣说 马说 对 即便你欲言又止 他也瞬间能明白 不知道还以为是哑句 反正这事给你办就妥了 属于意识流 人类早期的某种珍贵的交流方式 何等惊奇的画风 等小红马跑远了 黄荣就琢磨 这马要是学会了小龙十八掌 那以后就用不着郭靖了 是 畜生蹄子 那比人蹄子厉害 郭靖蹄子能有马厉害吗 马跳起来 扑上去 开一招抗龙游回 那欧阳峰不得下在这跪地上 那就不是射雕雄传 那改成射雕小牛马了 那好 扯远了 黄荣是这样是在想 我们得盼着爹快点来 不然打不过老毒物啊 又得吃他亏啊 俩人刚隐身的树后面 郭靖就远远的看到了 拖雷华征 折别拨的树 四个人被捆在树上了 欧阳峰和邱千任站在旁边 另一棵折断的树旁边 有一个吐血死在那了 就是刚才欧阳峰打死的 看样子是一个护送拖雷的大宋军官 他其他手下 看到欧阳峰这开杯烈食的一掌 早吓跑得没硬 那求千任 当然不敢跟欧阳峰比掌励了 正不知道该说什么呢 转眼看见郭靖了 心想正好借吸毒除掉这小子 欧阳峰看到郭靖没死 也很吃惊啊 太出乎意料了 心想这都不死 怎么回事啊 华征开心的就大叫 郭靖哥哥你没死太好了 太好了 黄荣想的是 多拖延一刻是一刻 可别跟他正面打呀 但是郭靖看到拖雷 他们如同见到亲人亲兄弟一样 他怎么能按捺得住呢 怒吼一声 老贼 你们在这里又干什么 又想害人吗 欧阳峰也不生气 他是想瞧一瞧这个 求千任的武功 他故意不出声 微笑不语的 意思是告诉求千任 你上来 求千任看他也不出手 只能自己上来硬着头皮说呀 像次你这个左正灯右边腿 我可扛住了 我没有闪 我没有闪 现在你这个小牛马 你看到欧阳先生 你还敢过来 你不怕死吗 之前就是他挑拨的是非 早给郭靖气坏了 一步踏上去呼的一声 一招抗龙有悔 照这哥们胸口就拍过去 现在郭靖这降龙掌可非同小可了 虽然求千任急忙侧尸躲躲开 但是掌风还是把他给带到了 看他避无可避这个地步 正要反手一掌 给他打掉几颗牙呢 黄荣说 你等会儿 郭靖这才收手 抓住求千任的脖领子 他被抓住还贫嘴呢 说年轻人 又偷袭 又不讲武德 是吧 你们最好别动手 耗自为之啊 不然我伤了你们也不好 我隔着屏幕能点穴点死你 我顺着往线过来掐死你 信不信 黄荣说 靖哥哥 你松开他 我跟他比划比划 老头一看黄荣要上 他说 行了 小子我是干不过的小丫头我是不怕的 结果 刚摆了一个起手室 就被黄荣照两上一巴掌 啪的一声 这可脆啊 同时林子外面一个人笑着说 好 再给他来一下 还对 黄荣是到了 还看来马儿真是说清楚了 可以的 黄荣听见父亲的声音 胆子更壮 顺手又给他一巴掌 本来求千任是会这个六合通背拳的 但是他这套武功属实不怎么管用 跟江湖三流角色能打一阵 跟黄荣呢 没办法过招了 尤其是黄荣陪着修炼了这七天下来功力大增啊 我估计他这个时候比杨康的强人也很多 一对小小的手掌 像两只蝴蝶一样在眼前上下翻飞 老头根本是看不清楚 一个疏忽又挨俩大嘴巴 这老同志实在受不了了 说 且慢 你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我闹肚子了 我要窜了 我待会儿拉裤兜子了 黄荣一听说 我去 你还能再个硬点吗 你麻烈了赶紧去吧 然后当然旁边的欧阳峰也早就看得心惊了 心想 当年铁掌水上飘 威震天南以一己之力把恒山派给打残了 搞得恒山派从此一蹶不振 绝不可能是今天这么弟弟的样子 怎么被黄荣这么一个小丫头给打成这样 跟打孙子似的 怎么搞的 这时候江南六怪来了 跟黄荣师一起看到拖雷他们被捆树上 同时欧阳峰看到一个很惹眼的东西 那就是黄荣师肩膀斜跨着一副锦囊 上面用白丝绣着一个骆驼 这是他侄子的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像一个斜跨包似的 古代人用来装东西用的 算私人物品 看了不由的一惊 心想 自己杀了谭处端和没抄风之后 想着是绕一圈回来 再把欧阳克给接走 难道黄荣师被惹火了 杀了我孩子给他徒弟报仇吗 声音都开始发颤了 问我侄子怎么样了 黄荣师冷冷的说 我徒儿没抄风怎么样了 你侄子就怎么样了 你说呢 这句话给欧阳峰听得身子直接凉了半截 这也就是黄荣师 一般人真不敢当面跟他这么说 别人躲还躲不开呢 黄荣师不但惹得起 还要激他 那之前我们讲过 欧阳峰这个侄子 就是他跟嫂子偷情生来的私生子 亲生儿子 当然对他是爱若性命的 本来他觉得 虽然搞得黄荣师跟全真派结了深仇大恨 但是毕竟他是武林宗师 这些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豪杰 总不能欺负自己双腿残废的侄子吧 所以最开始也没太着急去接他 哪知道现在他已经惨遭毒手了 黄荣师看他站在一边是双目瞪式 随时要动手的架势知道他这次只要一出手 必然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内心早有了防备 果然欧阳峰怒吼一声 是谁杀的 是你门下还是全真派 他猜到黄荣师顾及身份应该不是他自己动手的 但是他这嗓子本来嗓音就难听 还怒吼出来 听上去都刺耳 黄荣师冷冷的说 杀他的小子学过全真派武功 给学个桃花岛武功 是你的老相识 你去找他吧 他当然说的是杨康了 杨康跟邱柱基学过吧 跟梅超峰学过吧 又认识欧阳峰 欧阳峰悲愤至极 以为说的是郭靖呢 就转眼就瞪着郭靖 也该找郭靖 也学过全真派 也通过桃花岛才学的九云真经 郭靖被瞪得是莫名其妙的 然后问黄荣师 你拿着我侄子的锦囊干嘛 黄荣师说 我桃花岛总图在这里 总不能不拿回来吧 他点点头说 好说 好说 自己心里也清楚 跟黄荣师要是打起来 不打他个一千回合 那根本就分不出胜负 想到这里 就慢慢的低下身子 双眼死盯着对方 黄荣师也盯着他 同时脚下踩着东方以目之位 俩人马上就要以上成武功 绝个生死了 那当时旁边囚签刃不是闹着要去大便吗 黄荣就说 你赶紧去吧 走远点 别让味儿飘过来 朱聪还拍了他肩膀一下 说来 给你点草纸 就是卫生纸 说这够用了吧 他说行 够了够了够了 等他走到树林里 朱聪从他身上已经偷了一个铁柱的手掌 扔给黄荣 说 你拿去玩吧 这个铁手掌掌心刻着个球字 手背刻着一片水纹 本来旁边黄荣师 欧阳峰正叙事待发案的看到这个都不打了 认识这个东西 这是铁掌帮帮主的令牌 二十年前拿出来这个东西 那是东至九江西至成都 甭管黑白两道都能通行无阻啊 结果他们帮主 怎么是这么一个大言不惭的一个糟老头子呢 黄荣师也拿过来看了看 然后交给女儿 远远的看到球千刃 蹲在地上的背影 半天都不带动的 黄荣师就把球千刃的一个魔术道具铁剑 剑尖朝外手指一弹 撑的一声就弹出去 欧阳峰看得暗暗心惊啊 好厉害的弹指神通 射出去才发现 那个背影只是一件衣服 人早跑了 郭靖跑过去查看 也说哎呀 这货早就溜了 东西吸毒对望了一眼 忍不住哈哈大笑 好吧 同时欧阳峰心想 黄荣师心思机敏 毕竟不像红七公坦率 不那么容易上当 就趁他大笑的时候突然袭击 笑声戛然而止 快如审殿一般 一拳过去 身形如同鞠躬一样 黄荣师不动声色 仍然仰天长笑 右手如钩 跟他对了一招 同时握拳还礼 一点没失了风度 俩人身子都是微微一晃 各自倒退了三步 欧阳峰冷笑一声说 黄老邪 咱哥俩后会有期吧 长袖一阵 衣媚飘起来 但是他说是走 其实又猛的向黄荣投袭 黄荣师俩变色 挡住女儿 但他一看这招不成 又把刚猛无仇的一拳 打向郭靖 要一招直接打死这小子 同时还借着黄荣师 一挡的力量 比他自己本身还威猛了三成 郭靖就地蹲开 神法制迅速 气得欧阳峰就骂 好小子 数日不见 功夫又尽静了 他知道刚才这招 任何一个江湖一流好手 都躲不开 郭靖这小子 已经越来越不好收拾了 江南六怪同时 围成个半圆 拦住欧阳峰 欧阳峰猛的突出重围 挡住他路的这个 全金发 韩晓莹 只能让开了 他知道 现在黄荣师 要想给梅超峰报仇的话 集合郭靖 黄荣 江南六怪 那自己是万万斗不过的 只好逃跑了 其实他误会了 黄荣师 绝不愿意 以重欺寡 他宁可自己去单独找他 所以只是盯着他逃跑的背影 冷笑了几声而已 然后松绑的拖雷 他们几个呀 他们倒是认识江南六怪 知道都是朋友 尤其华征 看到郭靖没死 开心的不行 一边跟他说笑 一边大骂杨康不是东西 也不知道杨康这小子 怎么忽悠的 半道找到了他们几个 跟他们住在一个客栈去了 杨康还口声 说要给郭靖报仇的样子 就把拖雷他们骗得团团转 好几天他都想趁着夜里杀了拖雷 但是旁边俩乞丐一直陪着呢 就没好下手 不然拖雷早梗了 拖雷还不知道前几天 差点死于非命 但是他们几个刚摆脱了杨康 很不凑巧 又遇见了囚签任和欧阳峰 那肯定是打不过啊 虽然折别神勇 但那是冲锋打仗的功夫 单挑哪能打得过吸毒呢 就这么被捆树上了 要不是郭靖他们敢来相救 那绝对不明不白的就死在这个树林子里了 华征拉着郭靖的手 是叽叽咯咯聊个不停啊 旁边黄荣看他们俩那么亲密 心里早有几分不乐意了 而他说的还是蒙语 一句听不懂 郭靖也是蒙语 更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似的 黄药师看出来女儿脸色不好看 就问这个帆帮女子是谁 黄荣神色黯然说 是靖哥哥没过门的妻子 一听这话 黄药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问什么 黄荣低头说 爹你去问他吧 朱聪在旁边早感觉到事情不妙 赶忙把郭靖早在蒙古的亲事和情况解释了一遍 黄荣神还是怒不可遏 斜眼瞧郭靖 冷冷的说 原来他来桃花岛求亲之前 就已经在蒙古定了亲了 朱聪说 咱们总得想个办法 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黄荣神都没理他 说 荣儿 爹要做一件事 你不能阻拦 黄荣一看他表情吓了一跳 声音开始发颤 说 爹 你要做什么呀 是 他看他爹一副要杀人的表情啊 果然黄荣神说 臭小子 贱女人 两个我一起都宰了 我父女俩 嫌能认人欺辱 黄荣抢上去拦住 拉住父亲 拉住父亲右手 说 爹 靖哥哥说 他真心喜欢我 从来没把这个 帆帮女子放在心上的 黄荣神 哼了一声说 是吗 然后朝 郭靖说 喂 小子 你现在 把这个帆帮女子杀了 表明你的心意 那郭靖当然早就听到 这父女俩的争吵 跟华正也早就住口不说了 知道这事又糟糕 但他本来心思很迟钝 听黄荣神又突然这个要求 可以说是茫然无措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黄荣神冷冷的问 你先前已经定了亲 却又来向我求亲 这话怎么说 你给个说法吧 江南六怪 看他脸上照了一层寒霜 脸色铁青 知道这是动了真怒了 显然 他起手一招 立刻就得要了郭靖的命 但是六个人 虽然安安戒备 可也知道 这跟他功夫差得太远 真动手是无济于事的 那郭靖呢 本来就不会撒谎 听了这话 就老老实实的回答 我 我只盼一生和荣儿厮守 若是没有荣儿 我定然活不成 这句话说完 黄荣神脸色稍微缓和 然后说 好 那你这么说的话 不杀这个女人也行 只是 从今以后 不许再和他相见 郭靖沉吟半天 也不说话 黄荣急了 说 你一定要跟他见面吗 不见他就不行吗 郭靖说 我向来当他是亲妹子一般 若是不见面 有时候也会惦记他 黄荣听了这个 他松了一口气 奄然一笑 说 那见就见吧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这么说 我信得过你 不会真的爱上他 黄荣神说 好吧 我在这里看着 这帆帮女子的兄长也在这里 你师父也在这里 你明明白白说清楚了 你告诉他们 您要娶的是我女儿 不是这个帆帮女子 怎么说呢 黄荣时爱与女儿面子 已经大大迁就郭靖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迁就过别人呢 从来都是别人给他退让 最开始我让你杀了他 你不杀 没问题 好 我让一步 但你别见他 但你还是要见 也行 算你有道理 我再迁就一下 你得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这真是黄荣师从来没有过的让步啊 可郭靖呢 他低头沉思 瞥了一眼腰间成吉思汗所赐的金刀 和秋处基赠送的匕首 心想 要是按照我爹的遗讯 我应该跟杨康是生死不渝的兄弟 可杨康甚至要用刀杀了我 他如此为人 结义之情可根本和父亲想的不一样 要是按照杨铁新叔父的一命 我该娶穆姑娘为妻 可他爱的是杨兄弟 这当然也不能遵守 那么如果按成吉思汗所定的亲事 他也一样说的未必准确 难道就因为长辈的几句话 我就要跟荣儿分开吗 那当然不行 那想到这里心意已决啊 同时拖雷 华征他们 也问明白了刚才郭靖和黄药师的这个对答的内容 也在等郭靖的答复 那其实啊 现在结果太明显了 根本就不用郭靖开口了 拖雷虽然不会汉语 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跟黄荣神态之间多亲密啊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郭靖这个满是愁愁的样子 非常为难 拖雷瞬间明白了 他对自己妹妹毫无情意呢 想到这里忍不住满腔愤怒 猛的从箭筒里抽出一支狼牙羽箭 双手平平的举起来跟郭靖朗声说 郭靖安打 男子汉纵横天下 行事一言而绝 你既对我妹子无情 成吉思汗的儿女 岂能向你求恳 想当年 年幼时 你曾舍命救我又救我爹 咱们恩怨分明 你母亲现在在北方 我自当好生奉养 你若要迎她到南方 我也派人护送 绝不知亏欠 大丈夫言出如山 你放心好了 而你我兄弟之情 今日从此恩断义绝 说完 啪的一声 把一支羽箭折成两截 扔在马前 他这几句话 说得斩钉截铁 说得郭靖心中一领 一下就想起来童年的时候 跟他在大漠上种种过往 一起顽皮胡闹 一起喝酒打仗 内心突然被他的话 狠狠地击中了似的 忍不住就想 他说得对 大丈夫应该言出如山 而和华征妹子的亲事 那是我亲口答应的 我言而无信 何以为人 简直愧为男儿 纵然黄岛主今天要杀了我 荣而恨我一世 那也顾不上了 当时就昂然抬头说 黄岛主 六位恩师 托雷安达和哲别博尔树 两位师父 郭靖并非无信无义之辈 然后看着托雷 我答应你们 会和华征妹子成亲 他是分别用汉语和盟语 分别说了一遍 在场的都大出意料 托雷华征他们是又惊又喜 江南六怪是赞叹徒弟 真是一个硬骨头的好汉子 当着黄药师都敢这么说 黄老师侧目冷笑 黄荣更是伤心欲绝 隔了半天 他走上前去 上下打量华征 看到华征这个姑娘呢 身材矫健 一双健眉和一对大眼睛 可以说是英气逼人 十分英姿萨爽的 一个北方民族的女孩 又看过郭靖 也是一样 就那种身材壮硕的 北方小伙子的样子 不由得叹了口气 说 靖哥哥 我懂了 确实 他和你才是天生的一对 你们本来就是一路人 你俩就像大漠上的一对白雕 而我 只是江南之头小小的一只燕子罢了 郭靖走上去几步 握住他的手说 荣儿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 而我心中却只有你 你是明白的 不管别人说我做事对与错 就算把我身子烧成灰 我心中也仍然只有你 黄荣眼中含泪 问那你为什么还说要娶他 郭靖说 我是个蠢人 什么事都不明白 我只知道答应过的 绝不能反悔 可我不打狂 不骗人 不管怎么说 我心中只有你 他这句话给黄荣说的 也是心中茫然啊 又欢喜又难过 隔了一会儿 他淡淡的笑着说 靖哥哥 早知道我们在明霞岛不回来 那该多好啊 黄荣师长眉一束说 那还不容易 刨袖一挥 一掌朝华征劈过去 可吓坏了黄荣 他早看到父亲的表情 知道他起了杀机了 出手之前 就拦在前面 同时一把拉着华征 把他给拉下马了 黄荣师这一掌 砰的一下 打马背上了 那个马呀 当时就软软的缩成一团 瘫在地上死了 这种 剑硕的马匹 竟然被他一招避于掌下 给拖来他们看的 吓得内心砰砰乱跳 包括江南六怪 也都从来没见过 这么狠的功夫 人人心想 这一掌 要是打华征身上 十个华征也得被打死 黄荣师倒是没有想到 女人去救他 愣了一下 转念就猜到 女人肯定是怕 自己杀了华征的 郭靖会翻脸 心想 翻脸就翻脸 会怕这小子吗 但是看到女儿 这时候的神色凄苦 同时又缠绵万壮 就如同当年妻子 临逝世之前的表情一样 这表情 曾经让黄荣师如痴如狂 相隔十五年 竟然又在女儿脸上看到 直到他这时候 对郭靖肯定是情根深重 爱之入骨了 心想 这正是父母性子中的 这股韧性的劲 被女儿继承了 这是无可化解的 当下长叹一声 且伏天地为卢兮 造化为公 阴阳为叹兮 万物为同 他说完这几句话 黄荣是蒸蒸地站在那 眼泪滚滚而下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世间万物都如同在一个大炉子中被煎熬一样 只要活着 都是很难脱离这个苦海的 之后就柔声跟女儿说 荣儿 咱们回去吧 以后永远不见这小子了 黄荣说 不 爹 我还要到粤州去做丐帮帮主 他说 当丐帮的头有什么好的 我看也啰嗦得很 没什么好玩 黄荣说 我答应了师父的 他说 那你就做几天试试吧 你要嫌脏嫌烦 就传位给别的叫花子就行了 那你还见这个小子不 黄荣望了郭静一眼 看他也正凝望着自己 目光爱连横溢 深情无限 回头就跟他爹说 爹 他要娶别人 那我也嫁别人 他心中只有我一个 我心中也只有他一个 黄荣师哈哈大笑说 好啊 桃花岛的女儿不能吃亏 那你要嫁的人 如果不许你跟他好呢 黄荣说 谁敢拦着我 我可是你女儿 黄荣师说 傻丫头 我还能活几年 过不了几年 我也要死了 以后你怎么办 黄荣说 他会娶别人 难道我能活得长久吗 现在我跟他多待一天 就多一天欢喜 虽然他嘴上说着欢喜两个字 但他目光已经是神情凄凉 他们父女俩这么一问一答 江南六怪都听傻了 就即便是现代 没人敢说 结着婚还明目张胆 跟别人再过日子去 那时候可是宋朝 虽然明知道黄荣师 从来不看礼仪人伦的人 但这么说也太惊世骇俗了 就即便是柯震恶这么生性豁达的人 忍不住连连摇头 郭靖本来也嘴笨 虽然想说几句话安慰黄荣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时候黄荣师一声长笑 深圳山谷惊起一群喜鹊 黄荣说 喜鹊喜鹊 今晚牛郎和织女相会 你们还不快去造鹊墙吗 黄荣师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知道事已至此 多说无矣 头也不回地走了 拖来也不明白他们说什么 只知道了郭靖不会背弃誓约 就都放心了 说安达 盼你大事早成 我们以后再见 华征说 这对白地奥留给你 你早点回来 郭靖点点头说 你对我妈说 我必当首刃仇人 为爹报仇 之后拖来他们也就都走了 江南六怪 直到郭靖要去找红七公 就说回头红七公要是需要养伤 就让他到家兴来养伤 这是我们的地盘 能踏实让他休息 交代完也就都走了 行 现在尘埃落定都散去了 还是只留下了郭靖黄荣俩人 你说折腾这么一出 俩人还是在一起 好像略显尴尬 这感情以后到底能不能和呢 其实暂时也顾不上了 俩人一路无言以对啊 不过还是先跑回到临安皇宫 去找红七公去了 抓来了几个太监 问了半天 没结果 看来红七公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没办法 只有趁着丐帮大会之前 赶去岳阳城先参加大会 俩人一路开始往西走 这一路到处都是被金兵占领的 大宋半壁江山全归他们了 博士一片衰微的景象 感觉头顶一阵乌云大雨说来就来 劈了哗啦的一阵黄豆大的雨点 给俩人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郭靖本来想撑起雨伞 一阵狂风过来雨伞就剩了个半了 风太大伞质量不好 估计25块钱包油的货 这买东西还是不能涂便宜 给黄荣乐的说你怎么拿棍遮雨呢 俩人相对哈哈大笑 跑了半天还是淋湿透了 黄荣想到华征的事情摇了头说 靖哥哥前途既然已经注定 那看来不管怎么走都躲避不开 就好像这大雨一样 俩人干脆在大雨当中 缓缓步行任由雨水打在身上 后来赶到一处农家避雨 发现那幅郭靖喜欢的水墨画 给淋湿了 郭靖一看哎呀可惜呀 这不毁了吗 这辈子除了喜欢吃牛羊肉 第一次喜欢亲戚说话 好不容易当一回文艺青年吧 还给毁了 你看这事弄了 这看来真是不适合搞文艺呀 展开之后 看到画纸临湿的地方 隐约有 穆遗书铁掌中锋第二节 这几个字 其他就残破不堪 辨认不出来了 郭靖说 这说的是五穆遗书啊 黄荣说是啊 难怪欧阳峰拿来那个石盒子里面 什么都没有 原来早就被曲师哥给拿走了 但是说五穆遗书 在老骗子求千任的铁掌风 这让人怎么评价呢 那求千任这货相关的玩意儿 这很难让人相信啊 郭靖说是啊 给我我也不信 他这个人太狗了 俩人之后 很快就到了这个湖南的境内 这天七月十四 俩人牵着马 带着雕 已经来到了岳阳楼 他俩带的小洞还不少 是拉家带口的 这附近 群山环绕 避一波万情 在酒楼点了韭菜 同时观看洞庭湖的风景 放眼望去浩浩荡荡的 跟太湖就有所区别了 这屋里有一个诗词写在墙上 是范仲淹的 范仲淹就是北宋时期的文人嘛 写的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郭靖忍不住跟人念啊 黄龙说 范文正宫啊 小时候也是家贫 父亲还早死 母亲又改嫁 过惯了苦日子 所以他虽然做了官 但还是处处想着百姓的疾苦 不愿意贪图享乐 宁愿把享乐放在百姓之后 郭靖端起来一碗酒 一仰脖子喝干了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大英雄大豪杰 应该有此胸怀 是 郭靖这个人 向来对财富什么的 就看得就很淡薄 他一生的追求 也不是名利之类的东西 两人又喝了几杯 注意到远处 有一桌 坐着三个乞丐打扮的老人 这仨人 身上虽然说是有好多补丁 但是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 这要是没有补丁 简直跟材助似的 看来是丐帮的重要人物 同时 外面资料叫个不停 吵得很 黄蓉就说 他们资料资料的叫 实际上又知道什么呢 就是跟铁掌水上飘 求千认这个吹牛的货 差不多嘛 郭靖正哈哈大笑 九楼的八角 有一个老乞丐 阴阳怪气的说 你们连铁掌水上飘的 瞧不在眼里 口气可够大的 俩人一看 这个乞丐一张脸晒得幽黑 衣衫褂褛 正看着他俩笑呢 郭靖看他脸色还挺和善的 直到也是丐帮的 就拱手说 老前辈 请来供饮三杯如何 这个老乞丐说 好啊 他就跑到他俩桌子前面 坐地上了 黄蓉说 前辈请坐吧 我们再添一双碗筷 他说不用 乞丐坐什么凳子 不像有的人 没有一点叫花子的样子 那不成了有名无实了吗 你们有吃剩下呢 给我点就行 要不给 我就到别的地方要饭去了 俩人一看没办法 就给他弄点剩菜 剩菜汤啥的倒给他 他说了一句 多谢 就在地上吃 但看他刚才话里话外 好像是在挤队远处桌子上 那三个衣服干净的乞丐似的 黄蓉发现 眼前这个又老又脏的乞丐 身上一共九个麻袋 远处那仨也是九个 但是那三个和他相互之间谁也不理谁 同时楼梯声响 郭靖转头看到杨康从楼下上了 他身后跟着两个丐帮的八代弟子 但是他跟郭靖一照面 发现郭靖没死 给他也吓一跳 之前在皇宫里 他捅了郭靖一刀 差点扎死郭靖 立马转头就走 跟着他的胖兽两个乞丐 绕了一圈上楼 跟那三个九代弟子说几句话 然后楼上那仨也跟人下楼了 就完全没搭理郭靖 他们这桌的乞丐 一帮人簇拥着杨康往西边去了 那眼前这个脏乞丐呢 刚把碗舔了干净 吃饱了 黄荣就发现 他双手出奇的大 手背上青筋突起 好像有常人一倍那么大 郭靖就说 老前辈请坐下吧 他开口说 你们两位是红帮主的弟子 年纪虽轻 但咱们是平辈 你们不要叫我老前辈 叫我大哥就行 我姓卢 叫卢有角 郭靖黄荣对望了一眼 心想 原来他早知道我们的来历了 黄荣就笑着说 鲁大哥 你这个名字可有趣的很啊 卢有角说 常言道 穷人无棒被狗欺 但是要有狗敢欺负我 我就给他一脚 黄荣说 靖哥哥 你可别得罪他 回头他给你一脚 你就成狗了 郭靖说 你这狗呢 俩人嘻哈哈 又打起来 卢有角又说 行了 出手救人 看来有志不在年高 令人钦佩啊 难怪洪帮主这等看重 但事才听两位说起 求千任和铁掌帮 看来你们对情况不太知晓 黄荣说 是啊 正要请教 卢有角说 求千任是铁掌帮帮主 这铁掌帮在两湖四川一带 声势极大 这帮众杀人越货 无恶不作 同时勾结官府 花钱买官 什么事都干 更可恨的是私通经国 黄荣怎么都不信 说求千任这老头就会骗人 怎么可能把帮派经营的 这么大的声势呢 卢有角说 求千任厉害的很啊 姑娘 你可别小觑了他 他山中隐居 修炼铁掌身工 十多年没下山了 黄荣说 那大哥你上当了吧 我见过他好几次 还交过手呢 抽了他脸都肿了 最后他还是一个尿盾 才跑了的 卢有角一本正经的说 他们闹什么玄虚 我不清楚 但铁掌帮近些年来的兴旺 那是有目共睹的 实在是不能轻视他们 郭靖就问起来 之前坐着那仨衣服 干净的乞丐 怎么不理你呢 是这样 丐帮一直都有 静一派和乌一派两派的内斗 丐帮一共四个长老 有仨都是静一派 卢有角也是一个长老 他是乌一派 黄荣说 难怪鲁大哥衣服这么脏 原来是乌一派首领 那鲁大哥按我说 你还不如把衣服洗洗洗干净点 不然又脏又臭 多难受啊 你洗洗衣服两派不就一样了吗 这句话 可把卢有角给惹火了 说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当然嫌叫花子臭 然后起身 头也不回的 怒气冲冲的下楼去了 黄荣伸了伸舌头说 静哥哥 我把鲁大哥给得罪了 你可别怪我 好 第26章 新蒙旧约 讲到这里 下次讲第27章 轩辕台前